新北市文化局以儿童创意与艺术培养为诉求 从7月25号起将在板桥435艺文特区 举办创意魔法城活动 除了规划了七大主题互动馆 还邀请了许多艺术表演团体到场演出 希望能够在这个暑假 让大小朋友都能够欢乐一下 三峡蓝染、阴歌捏桃 这些新北市最具特色的艺术文化 7月25号起到板桥435艺文特区 就能够亲身体验 新北市文化局以儿童创意与艺术培养为诉求 举办创意魔法城活动 除了规划七大主题互动馆 要带领大小朋友体验新北市的人文风情 还有90场的表演和DIY活动 我们打造了七个很特殊的馆 里面比方说有跟我们新北市能够结合的 比方说蓝染还有些声光的效果 另外在活动方面从7月25号开始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活动 每一天都有活动 都有主题 我们安排了大概有90场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活动 此外新北市文化局局长林宽玉指出 由于八仙承包意外 原先将7月14号要在市民广场举行的儿童艺术节主题活动 挪移到435艺文特区 但是接获了不少家长反应 希望能够维持原规模办理 因此在协调各方及艺术表演团体后 决定延到8月8号照常举办 我们原来在7月4号的这个主题 因为八仙本城气爆主题活动 取消要移到435园区的这个活动 我们会回复到市府广场来 我们现在定的日期是8月8号到8月16号 435创意魔法城 每个周末都会安排不同的主题展演及艺术DIY 像是祖孙三代共同演出的闲情意志乐团 还有国际级溜溜球杂技艺术的虎剧团 以及经典戏曲等等多个艺文团体 都会前来共襄盛举 欢迎新北市民全家进城欢乐一下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